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禅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听我把唇睡叫喊的禅 经禅脱壳的禅 也有人把它叫做知了 多数人都知道禅又叫知了 知了会叫做禅是因为它的叫声 问题是禅的声音明明是持续的 吱吱吱或是嘰嘰嘰 不管怎么听都不会像知了 我访问过周遭的有人 发现几乎没有人听过有禅会发出知了的声音 有人就说啦 这只是一种称呼嘛 还有人说可能是 知用台语发音 很像灾 这就是禅叫声的鸡 传播学者赖翔卫教授 他跨界撰写文章指出 全世界的禅有两千多种 只有特定种的声音像知了 台湾最常见的雄禅 发出的声音却不是知了 既然台湾常见禅的声音都不是知了 到底什么禅会发出知了的声音呢 赖翔卫教授表示说 他一一的检视许多上传到网络的禅叫声 经过多次的比对跟请教 先找到一段影片 发现有一种禅的声音 有七分的相似 截图请教了许多人之后 才知道这种禅 可能是寒禅的一种 说到寒禅呢 寒禅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名词 是诗中的重要意乡之一 与禅在诗中所代表的高洁不同 寒禅通常表示了悲戚之情 是以鸣叫声的响亮来吸引异性的 所以所谓的寒禅是真的有这种禅哦 它的声音小 竞争不过人家 所以它们会等到夏末秋初 其他的禅都叫完了 交配完了 寒禅才出来开始叫 我们因为禅若寒禅或寒禅效应 误以为寒禅不敢大声叫 其实它真的是叫不大声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讲 所谓的金禅定律 来点相关的朋友们可能会说 金禅定律没听过 但是有听过金禅脱壳 金禅脱壳它的原来意思是指 金禅变为成虫的时候 要脱去幼虫的壳 比喻留下表面的现象 实际上却脱身逃走 军事上只留下虚假的外形 来稳住敌人 自己暗中脱身而去 离开险境 这是一种走而视之不走的策略 是三十六记中非常经典的一记 只是知了为什么叫金禅 是体内含有金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 金禅的体内没有金子 不能像金龟子一样练出金子来 人们之所以叫它金禅 主要是因为它的颜色是棕黄色 与黄金的颜色相同 看起来呢 有点金核色 所以叫做金禅 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 用手机拍摄 或者是禅退的时候 红中带黄金光闪闪 像含有金子一样 金禅虽然不含金子 但含有较多的金属元素 像铁、铭、蒙、钙等金属的离子 有金属的属性 因此拍照片看起来就金光闪闪 金禅的叫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古人认为金禅远离地面 清高不傲 指引露水为高洁的象征 因此总结出关于金禅叫法的三个含义 第一个是取它的谐音 金禅谐音金钱 寓意财源滚滚来 一般的商人就喜欢用这种说法 第二个是传统的说法 只称禅有先知先觉的含义 知人所不知 觉人所不觉 一般的音阳家跟玄学家喜欢用这种说法 第三种是说禅有蜕变高明的属性 有得众道地的说法 那一般的学子就喜欢用这种说法了 金禅先要在地下生活三到五年 暗无天日的成长 他们依靠树花草的根上的职业来维持生命 在某一个闷热的夏夜 金禅拼命地挖洞 挖出一个出口 然后爬到树上 蜕变成禅 在阳光灿烂的那一刻 它抖动翅膀 迎着阳光起飞 鸣叫 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有名的金禅定律 生活给了我们重创 而我们却要笑脸相迎 洒下一路的欢歌 可是有多少人 只喜欢阳光和温暖 却抗拒湿冷和灰暗 羡慕舞台上的人 却不愿意接受舞台下的残酷 谈吐金子的光芒 又不害怕打磨金子的痛苦 如果说一个人很厉害 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异功能 也不是他的运气特别好 而是他像金禅一样 特别能够吃苦 还学会了沉默 从来不会叫苦 把身上的伤疤藏起来 把美丽的笑容露出来 人生中的一切都复笑谈中 黑暗的时刻慢慢地煎熬 只要心中有光 人生就一定有光 说起拿破仑 我们都会佩服他的军事才能 他缔造了法兰西帝国 成为世人瞩目的大人物 可是拿破仑的成功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的成长过程显得特别的寒酸 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性格非常的内向 十岁的时候 他被送往法国东部的一所 军事学院进修 那里的学生都是富有人家的孩子 并且喜欢欺负新生 被同学多次欺负之后 他写信给父亲说 你让我在这些富有傲慢的人面前 要一直忍受下去吗 父亲给他回信说 因为家里穷 你只能坚持 就这样他穿着破旧的衣服 在学院待了五年 后来考入了皇家军事学院 在学校有人发现 拿破仑的笔记有四百多页 他手里的地图上 画满了各种符号 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还认真地计算过 能够精准地判断出战斗的利弊 哲学家黑格尔就这样地赞美拿破仑说 世界之所以平衡 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 欧洲的天平之所以能够保持平衡 是因为有拿破仑 拿破仑就是神的存在 没有人可以让一个执着理想的人 在半路上倒下去 哪怕是暗淡无光的黑夜 也不能够埋没他的方向 一个人的内心有了光芒 比头顶的路灯 手里的电筒 天空的月亮更加的明亮 为了守护这一束光 就要反反复复和黑暗对抗 我们都说坚持就是胜利 就是顺利 可是在恶劣的环境中 如何的坚持 这不是闹着玩的 也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一个人曾经能够吃多少苦 后来就能够享受多大的快乐 苦和乐是能够保持相对平衡的 更有甚者 苦了一辈子 只是为了最后能够发光 一瞬间 就像寒花一现那样奇妙和壮丽 因此 厉害的人都是熬出来的 就像缠在地下一样 经历无数不为人知的日子 逼着他养成了吃苦耐劳 一忍再忍的习惯 人生路上都会遇到瓶颈 甚至从高处跌落 重新回到低谷处 我们农村就有一句土话说 不死就要脱一层皮 一个人在最苦的时候 生活灾难不断 做任何的事情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放弃 能够坚持到底的人 往往要经历好几次的推倒重来 就像金蝉脱壳一样 让自己彻底地改变形象 金蝉并不是天生就有翅膀的 而是在蜕变之后才看到翅膀 如果他害怕蜕变的伤痛 就只能一直是幼虫 生命毫无意义 老天从来不会让一个人走投无路 除非他害怕蜕变的痛苦 关键的时候退缩了 有一个富有的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但是很多人熬过了今天和明天 却在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放弃了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要相信 明天会更好 在温室里长出来的苗 会被太阳晒晒 在风雨中长出来的苗 会冲着阳光 微笑 要治疗 让人生配变的不是阳光 而是阴暗 阳光是方向 阴暗是成长 这就是金禅病律 感谢你的灵阳光 感谢你的灵听供学 愿香光宝藏 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